請問鳳梨想老名 這時雲苗 鐵足甲 龍飛鳳舞是我女扮男裝 所以它對我來說 滿重要的就是很有趣 然後又是古裝 因為我很喜歡古裝 所以我的第一場戲呢 就是出來就是 女扮男裝嘛 那有打架的戲 我就拿菜刀 就是很Man的要去砍人家的那種 就是我覺得我到現在 我都還是非常非常的喜歡那個角色 因為她就是很Man 然後不拘束 不拘小結這種個性 我比較印象深刻的就是 我跟芳玉 然後芳玉跟我就是當時 她還不知道我是女生 所以就很像是那種 梁山柏與祝英台那樣 我們兩個常常見面就是吵架 然後就是那一種 她就是那種有一場戲 很印象深刻她就說 說怎麼樣的 然後她就 然後我就 你什麼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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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點狀況 一點狀況 我就是 我就是那個東西 是我覺得在 戲裡面 很難會有這樣的角色 因為她就是表情也要非常那種 周星馳啊什麼的那種 那個是我最大的突破 我覺得很好玩 重點是因為我也喜歡周星馳的作品 就有發揮在裡面 嗯 其實我覺得 我自己的角色就已經彈性很大了 我會希望再更好 然後也沒有滿意的時候 所以無論什麼角色我都覺得 我會想要去踹踹看 因為想要讓自己多變化 有彈性 就是希望讓觀眾看見 每一個階段不同的我 希望大家會更喜歡我 我現在最熱衷於我的戲劇 所以我會希望有一些戲劇的呈現 但是就會比較不同的面貌 譬如說我會希望是短劇 或者是比較娛樂性啊 讓大家看得開心心啊 這一類型的我會喜歡 因為像戲劇 我覺得我滿想要挑戰 就是譬如說一些生活的故事 可以把它拍進來 不一定是特別去寫的 一定要驚喜 會不會看得到 我們會不會再剝它 會不會再� maison 開動 我們會不會再建立 妳會不會再建立 對我們的片段 我們會不會再建立 我們會見 大家會不會停 我們會不會再建立 我們會不會再建立 我們會一直建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